跟大家分享一个网上的段子 说的是总理李克强到了一个年货市场 来到一个肉摊 就问摊主说今天生意怎么样 摊主说平时还行 今天不行 一斤肉都没有卖出去 李克强说那是为什么 摊主说因为你来了顾客不让进 李克强说那我买两斤 摊主说那不能卖给你 李克强说为什么 他因为你来了刀不让带 李克强说没有刀没关系 他又指一块说你就把这一块卖给我 摊主说那我也不能卖给你 李克强问那是为什么 摊主说平时这肉23块钱一斤 你来了18块钱一斤 我卖给你每斤亏5块 李克强说那就按23块钱一斤卖给我 摊主说那也不能卖 李克强说那又是为什么 摊主说我只是一个公安便衣 李克强一听说那把你们支队长找来 这个摊主说支队长他在那边假装卖苹果的 苹果现在卖给你去